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适当地捂一捂 早晚温度低 适当地穿一些厚点的外套 中午温度高就可以把外套脱掉了 上一串的后是不正确的 早午提倡的穿衣法则是下后上薄 过早地穿裙子和短裤 腿部的肌肉和膝盖暴露在外面 会导致关节炎的形成 捂一周的时间就可以了 老人和孩子的体质较弱 要捂两周左右的时间 当中午温度达到20摄氏度时 就不适合再捂下去了 也就是清明节前后 在饮食上可以吃一些滋补温养的食物 比如可以喝一些姜枣茶 但不要吃辛辣的食物 没有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穆子 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大 就会出现很多症状 像睡眠浅 多梦一醒的情况 那这样时间长了就会诱发很多疾病 那么应该如何提高老年人的睡眠质量呢 有三个小方法 第一个 保证睡眠质量 因为人上了年纪之后 体内的新陈代谢就会逐渐较低 所以老年人睡眠就会少 那时间长了对身体造成伤害 那就要保证每天的睡眠质量 60岁以上的老年人保证每天睡8个小时 70岁以上保证睡9个小时 只有睡眠充足了身体才能好 第二个 注意睡眠姿势 如果老年人睡觉姿势不对 就会影响睡眠质量 所以睡觉的时候要保持正确的睡眠姿势 要采用右侧卧位 这样可以放松全身的肌肉 而且不会压迫到心脏 那只有睡觉姿势对了 睡眠状态也就好了 睡眠质量也就提高了 第三个 注意睡眠环境 很多老年人习惯很早睡觉 而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很晚睡觉 这样就会影响到老人的睡眠质量 而有的老年人喜欢一边看电视 一边睡觉 如果是这样 睡着了电视还开着 就会影响到睡眠 那这样对老人的身体健康很不利 所以老人睡觉环境 应该保证宁静清爽 通风良好 美好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喝酒现在已经是常态了 那家里来亲戚朋友要喝点 出去应酬也要喝点 我们都知道 小酒一情 大酒伤身的道理 但是很多人没有自控力 喝喝就多了 那么喝酒对我们伤害最大的就是肝脏 长期喝酒会使肝脏受损 那日常生活中 我们只要每天坚持做五件事情 肝脏会慢慢的变好 第一件 每天早上起床喝一杯温水 无论你可不可都要喝一杯30度左右的温水 这样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还能够清洗肝脏毒素 喝完水之后还要及时排便 这样更有助于肝脏排毒 第二件 两餐之间最好喝一杯护肝茶 护肝茶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血液循环 促进新陈代谢 而且还有利于消化吸收 和排除废物 帮助我们减少肝脏的损伤 第三件 吃完饭后闭目静坐10分钟 闭目养神是一种很好的调养精神的方法 尤其是饭后闭目养神10分钟 可以帮助我们护肝消食 对养护肝脏有很大的好处 第四件 避免熬夜 睡觉前不要玩手机 如果经常熬夜或者晚睡 肝脏就得不到好的休息 那么时间长了就容易出现肝胆疾病 另外 睡觉前玩手机 很容易导致眼睛干涩 情绪不稳定 久事伤肝 所以一定要避免睡前玩手机的习惯 第五件 多吃可以帮助肝脏排毒的食物 那么可以选择绿色蔬菜 比如西兰花 铜蒿 菠菜 蒲公英等 多吃这些食物有助于肝脏的健康 美好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黑枸杞是非常好的养生佳品 尤其是在女性中 特别的受欢迎 黑枸杞最常见的就是泡水喝 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黑枸杞对身体有哪些好处 第一个 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和视力 因为黑枸杞中的主要成分是花青素 它是一种具有抗氧化作用的活性成分 所以可以预防视网膜剥离 达到增强视力 保护眼睛的效果 第二个 可以改善睡眠质量 黑枸杞含有的花青素 不仅可以保护眼睛 对人体的睡眠质量也有很好的帮助 它能够保护脑神经 不被氧化 稳定脑组织功能 从而达到改善睡眠质量的作用 第三个 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因为黑枸杞含有花青素 所以能够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达到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作用 第四个 可以延缓皮肤衰老 上面说 黑枸杞含有的花青素 是一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 所以它对防止皮肤老化也有一定的作用 而且还能够阻止紫外线对皮肤造成伤害 避免皮肤受损 虽然黑枸杞好处多 但有些事项应该注意 黑枸杞并不是人人都适用的 像感冒发烧 身体有炎症的人就不应该吃 还有黑枸杞温热身体的作用比较强 所以每天要适量 建议每天吃5克就行 还有要注意的是 泡黑枸杞的水温不能够太高 用温水就可以 喝黑枸杞期间不要喝浓茶 避免吃生冷和油腻的食物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哦 关注我们了解你不知道的生活小知识